欢迎继续收听 由天蓬太帅播讲的 凶宅不禄 对于鬼魂来说 魂非拍散是很严重的事情 因为人死了 可以转变成鬼 鬼魂依然可以存在在六界当中 但是如果鬼魂都死的话 就只能够是魂非拍散 代表他们真正死亡 在六界当中消失 甚至连投胎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我就算这样说 都震不住宋晓彤 而令我更加意外的是 这样说也好 陈楚依然还在这儿狡辩 不是我 不是我 不是杀我 我冷冷地说一句 冥还不灵 于是我扔出了一张王府 那个是我按照残卷上 画出来的镇魂符 是用珠沙画的 珠沙本身就很讲究 一些得道的道士 一般都是自己去配制的 在珠沙里面都寒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方便发挥更大的法力 我用的珠沙是廖光明留下的 不知道里面晒了什么 画了一张子符上边 那张子符增加了不少法力 所以我虽然没有练过 但是拼出去的那张子符 就一直飞去到陈楚面门 陈楚的闪避不及 被那张子符正正打到在面上 我叫了一声 迅速地向着陈楚的身上打过去 扶子就扎到陈楚的面上 令到他怪叫一声 然后我的铜钱剑就准备打过去 但是正在我握起铜钱剑的时候 相信任何人都没有想到 我将那把铜钱剑转了方向 我轻转身 将铜钱剑重重地打在 何连箱的头顶上面 原本用红钱穿成的那把铜钱剑 打到在何连箱的头顶上面 突然间就散开了 红钱都不知道跌到去哪 大片大片的铜钱 拼拎拼地散落一地 但是我都来不及去思考这个铜钱 手里边拿着那枚永乐通宝 趁着何连箱一起的机会 迅速地按在微心之处 永乐骨钱贴在他上面之后 何连箱微心之处的皮肤 发出字纸的声 似是铜钱被火烧过一样 我一松手 那枚铜钱死死地 吸住在他面上 就好像伤在微心之处 与此同时 何连箱的身体开始不断扭曲 似乎是承受着无尽的痛苦 我摸出那枝古龙木齿 十一声 从永乐古前的中间刺了过去 本来这枝古龙木齿 就不是这样用的 我只需要轻轻刺过去就有效果了 但是由于当时我一心急 用的力气很大 这下就连何连箱应该刺得不轻了 还不知道他醒了之后会怎样收拾我 那枝古龙木齿死死地 刺了在何连箱的微心之处 虽然那个部位是皮包骨 没有什么肌肉 但是那枝木齿硬生生地钉了在那里 而且没有流到一滴血 我松开了手 整身就好像散了一样 长输了一口气 旁边几个人看到我举动 全部都大吓一惊 陈楚也走过来继续解释 我没有被上身了 我现在很清醒了 我摆在手上就说了 我知道被上身的那个是何连箱 那几个女生听到之后 又是从何连箱的身边跑开 我看到他们 心里面想这帮警校的女生 大风大浪应该见过不少了 但是这些鬼神的事 令到他们一个一个都承受不住 于是我立即安慰他们 放心吧 现在宋晓彤的鬼魂被我打散了 只是封在何连箱的心里面 暂时没办法聚合 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 何连箱只能先受点苦 我只有这个办法能控制着宋晓彤 现在的何连箱表情极为之痛苦 面上边的肌肉扭曲到一起 不断在这儿转抹着表情 看起来 极其恐怖 我知道 我现在在罪阴阵的中心 四方八面的阴气 正是源源不断地向着这个会合 阴气 有助于宋晓彤的魂拍聚集 但是现在 我们都没有其他地方去 如果被其他人看到的话 恐怕 还会引起更大的恐慌 我只能够趁着宋晓彤被打伤的魂拍 未聚合之前 解决这件事 但是 要解决这件事 最好的方法 都还是兵不血忍 能够化解宋晓彤的心魔 突然之间 何连箱就开声 你怎么知道 是我上了他身 这下 大家都吓了一跳 因为这把声 就根本不是何连箱的 晓彤 晓彤 晓彤你 许晓彤他们三个人 指着何连箱 已经开始语无伦次了 看来这把声 是宋晓彤 而且这把声 听起来 令人起了鸡皮 怎么说呢 就好像两件金属 一起发生摩擦的草音一样 令人全身都不舒服 于是我向他解释话 因为你 控制了何连箱的身体 虽然极力 想装成正常的样子 但是令到我怀疑的是 你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话 因为你经常说话之后 暴露了你自己 而我对何连箱的了解 他这个人 如果想封住他把嘴 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身不由己 被人控制了 我回答了宋晓彤的这个问题 算你精明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就是 鬼上了身之后 那个人是没有呼吸的 而你上了何连箱的身之后 就怕我看出来 故意令到何连箱 发出呼吸的样子 有几次 你这个呼吸 明明能够影响到你面前的那支蜡烛了 但是那些烛火 躲都没动 说明了的就是 你的呼吸 是假扮出来 其实根本一点气都没有 你观察都真的够小了 你放的那几支蜡烛 就是为了测出我上了 哪个人的身 但是你忘记了 这里的阴气 本来就足够 那些蜡烛的烛火 早就已经适应了 而且不会对那些火苗 产生几大的变化 我昨晚给你掃了一件 今天就来看看你 到底有几大的本事 没想到你的法力一般 甚至都是这么小 我点点头 这个我倒是真的没想到 哼 你不是多管闲思 他们怨望了我 我就必须要拿个说法 突然之间 宋晓和情绪一扁 这阵子我看得出 何年双对眼里 放出了两度绿光 我们 我们多小点支持给你 每天都给你烧香 将你供起来 我们真的错了 这些年 我们一直都 很想跟你说句对不起 但是 我们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是啊 晓彤 我们住一个宿舍 发生这件事 我们心里都不好受的 当时 当时我们都是 被鬼迷的 不是 被财迷心 求求你放过我们 孟瑶也跟着说 而这阵子 这阵子 黄丹干脆都跪了在那里 已经一不成声 说不出话了 那三个女生 连连下跪 向着何年双的身体 就扣头不止 我看到何年双的面部表情 似乎有些变化 我知道 宋晓和生前是个非常善良的人 他虽然变成了丽鬼 但是看到这一幕 没理由不动容一下 这阵子那三个人跪在那里 就像鸡竿梅一样 我看到他们都替他们心痛 期盼着宋妖童能够稍微化解一下身上的泪气 而他们所说的 宵子前宵香等等 都是我事前教他们这么说的 鬼魂如果听到有人 心甘情愿将他们供起来 是一件非常大的功德 对于他们重新投胎 都是一件好事 而这阵子 我突然感到屋里面起了一股风 这些风很强烈 我拧回身一看 发现桌上的五支白纳已经烧尽了 而那些残火 居然向着何年双身上的方向飘过去 糟了 宋晓和一直在问东问西 而且对那三个人扣头 始终都是无痛于衷 难道他在这里是拖延时间 暗自吸收这间屋的鬼气 对了 他就想着冲开永乐古前 和古龙木刺的禁忌 于是我就大叫了 快点 不要扣头了 快来帮我个忙 那三个女生窒了下 担高的头看着我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快点 快点将你们屋里面 所有的镜都拿出来 陈楚见到我欲气不善 连忙就站起身 他是在这个寻室生活的 自然对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很清楚 而女生宿舍里最不缺的恐怕就是镜 一阵功夫 大大小小的十几面镜就放在桌上 看来外表多潑烈的未来女警官都有爱美之心 于是我指挥着几个人 将所有的镜 贴的贴 挂的挂 全部都搞到在墙上 而在门口那里 又挂上了一大块镜片 我的目的是 用镜来切断整个寻室 和锁阴阵的联系 这个举动 我事前不敢做准备 不是的话 肯定会被宋晓彤识穿的 切断了阴气的来源之后 整个阵的阵眼 就会变成了无缘之水 而就在这阵时 我察觉到 钉在何连霜眉省之处的那只古龙木刺 正是微微在震动 看样子 很快就要跌下来 于是我立即上前 用力去按住那只古龙木刺 但是我手摸上去的时候 那种感觉通体冰凉 好像摸着冰棍一样 你这样做 就是为了不让我报仇 那我答应你 不找他们报仇 就是了 你放了我 不是这个靓妹时间一场 后果是怎样 你自己应该知道的 宋晓彤看到她的行动 被我释穿了 于是就对我这样说 你是说 你愿意放过他们 是 我只不过 是想听他们说一句道歉的说话 死都死了 又计较得这么多吗 只是他们刚才说的事 希望他们能够办得到 什么事 我刚刚这样说一句 马上也反映过来 哦 你是说烧子和供奉的事 是吗 这件事你放心就好了 不知道为什么 宋晓彤看起身 似乎是接受了道歉 但是 我总是觉得 这件事就没那么简单 我总是说烧子和供奉的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